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车顶行李箱刚刚非常艰难的上上去了 装这个车顶行李箱 我们看它腿上被咬的 就是这个横杆用久了 它这个螺丝怎么拧都拧不紧了 现在出现了这个杆子上不稳的这个很尴尬的问题 好 我们新的旅行要开始了 我们要重新把这个车顶行李箱给放到车顶上去 好脏啊 放了一年多是吧 去年一年都是用的车顶帐篷 这么躺 这么躺比较舒服 你直接睡在地上好不好 对啊 我们是觉得躺在地上它比较舒服 看不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横杆了 我们家车顶帐篷也是用的它 我们现在在户外找到一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车顶行李箱已经搬过来了 接着呢 浪哥先要把那个横杆跟我们的车顶行李箱安装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在最后把它一起装到车顶上面去 我们装车顶行李箱的时候 现在我也有经验了 其实它有几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这个箱子 再就是有两根横杆 再就是这一堆的这个配件 它这个车顶行李箱的这个下面它是有这个凹槽放这个横杆的 是这样子 它是需要这样架在这个行李箱上面的 但是呢你要需要去 因为它这个行李箱下面的凹槽它的位置是固定的嘛 你就如果你要把它分开先去装这个行李箱的话 你就会装这个横杆的话 你就定位的时候会不是很清楚 所以刚刚浪哥想到的办法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横杆装在行李箱的下面的凹槽 然后一起堆上去再装上 对 因为之前我第一次装这个行李箱的时候 就是先把架子给架上去 结果架子上紧了之后发现 跟这个行李箱的凹槽的位置又不对 所以说是我又重新把这个行李这个横杆又松下来 又对齐了之后再装 所以说是这个步骤就有来回折腾的过程 对 这也是装出来的经验啊 嗯 嗯 嗯 哎呀 先举起来 举起来 那这样怎么用力举起来 所以说 所以说 你变成这个换角度 对 哎呀 哎呀 像我这样子 到底怎么 就这样呗 我怎么过得去 来来来来 又怎么了 你像我怎么过得去 哎呀 你先收下来 我告诉你 你肯定是 肯定是这么举起来 这样子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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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车顶性灵箱刚刚非常艰难的上上去了 现在刚刚看了一下好像位置不大对 对 你看一看这里 你看一看 我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后备箱给打开 你看 哦 停到了 还好我现在把它卡住了嘛 现在不能再不能再上了 再上的话它就会抵住 所以说 调整一下 我们要再往前面挪一下 OK 来我看一下位置 OK 这个距离差不多四指的距离吧 应该够了 好 我现在把这个横杆卡到这个纵杆上面 哇 好像还要再松一点啊 好进去了 这个纵杆卡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这几个螺丝给上紧 就让它这个第一个卡住这个上面的纵杆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横向的伸缩把它给掐死 就让它不再移动了 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正的 我觉得就是对着这个尖尖 对着车标的这个圆圈的尖尖 中间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已经 嗯 那你们看看 是不是 算是在车的中间了 我感觉是的了 浪哥在这里 装这个车停行李箱 我们看它腿上被咬的咬的坨 横点花露水 哇 因为我们在小区的这个地面上 就旁边全都是绿化的植物 所以再加上现在是五月份 比较潮湿 有很多很多的蚊子 还在拧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螺刷可能花了 就是这个横杆用久了 它 这个螺丝怎么拧都拧不紧了 你看它是一个松的 就没有意义的拧 所以这个东西就卡不紧是吧 哎呀这个杆子也用了这么久了 那得重新换了呀 我们是20年买的嘛 对 到现在也用了 三年 三年了已经 我看它的橡胶好像也有一点点老化了 这个就 怎么 什么都是松的呢 你看这个上面 就是松的 肯定弄不了的 那我们再买一对新的吧 买一对吧 就在 嗯 还是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嗯 哎 现在出现了这个杆子 上不稳的这个很尴尬的问题 我们今天 花了一个多小时 撞上去的这个行李箱 等于是工作白费吧 准备再买一对 买一对很敢吧 嗯 哎所以啊就是 你旅行之前还是要提前几天 还好我们还要几天 过几天才能去出发的 所以一定要多提前几天 把所有的装备要检查好 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好 不然的话 你没有给自己留多余的时间 来处理突发的这种情况 哦呦 事情好像有所转机 嗯 因为刚刚 我之前把它拆下来的时候 这个螺栓是松掉松出来了 那里边有个螺栓口 它是一个活动的 导致于重新安装上去的时候 这个螺栓没有对准 我就有可能刚刚一直在空转 所以就转不稳的是吗 转不紧 对现在再来试一试 有可能救的回来哦 而且只有这一个 现在只有这一个装不紧 所以就很奇怪对吧 嗯 其他三个全都装紧了 对 哎好像吃得上力的感觉了 哦 哎 紧了 也不用再花几百块买新的了 不用换买新的了 不用买新的了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上井的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 防盗的盖子给装上去 哦 原来这是防盗用的 防盗用的 不然别人可以把这个拆 拆了之后 然后直接用 用这种小螺栓 把这个上面直接偷走 哦 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谁会偷上面的东西 但是终归有一层保护会好一些 我觉得人家要是成心要头 这个盖子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对啊 所以说上面一般都不放什么贵重物品的 大功告成 好啦我们的车顶行李箱最后大功告成 安装成功 最后看一下各角度看一下成品 耶 安装了车顶行李箱之后 看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了 天窗木有了 哇真的耶 上面就黑乎乎的了 又变成我们之前的那种状态了 哎我们之前全景天窗很好看 对全景天窗其实在旅行 尤其是西部那些蓝天白云的地方 真的是全景天窗简直就是 在你车上拍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爽 很透亮 看一下 你看 看到没 几乎完完全全已经当掉了 基本上只能露一点侧面的光出来 你刚刚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我想喝杯奶茶 为什么 因为装行李箱很累 刚刚到底是谁装的 因为我辛苦了 好出发之前再允许你喝一杯奶茶好不好 茶叶约色 茶叶约色还要 我出去了以后就喝不到茶叶了 好走 拿些新的麻烦 有任何口感问题 都是可以几十年 像我们免费帮你重做的药 切丝立下时间 三十年随位 好舒服 谢谢